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手入场费为5050.4港元 集资规模约4.56亿港元 如成功上市 市值大约58.4至63.5亿港元 公司简介方面 公司是达美勒比萨 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独家总特许经营商 公司与中国大陆的14个城市直营569家门店 按2021年的全球零售销售额计算 公司的全球特许传授与人 达美勒比萨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比萨公司 截至2022年9月11日 于全球90多个市场拥有超过19500家门店 经过62年的发展 达美勒以开发与众不同的业务模式 专注于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纯手工制作的优质比萨 通过科技创新提供方便的订购及高销的外送服务 公司于2017年6月与达美勒国际续签现有的总特许经营协议 初步期限为期10年 其中公司可选择续期额外2个10年 为需符合若干条件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报告 公司是中国前五大比萨品牌中增长最快的公司 即按2021年的销售收入计位列中国第三大比萨公司 业务模式方面 公司业务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兼具传球及本地特色的菜单及外送专家 兼具传球及本地特色的菜单方面 公司的菜单将达美勒比萨的经典 响意传球的口味与当地风味融为一体 其中包括意大利香肠比萨等西方经典美食 以及为中国口味设计的美食 如照烧风味牛肉土豆比萨 公司战略性推出新产品及创意产品 以满足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编号 外送专家方面 公司向客户提供30分钟必达承诺 倘若未能于下单后30分钟内送达 这为客户赠送优惠券 公司一使用专职于达美勒的外送骑手队伍 公司认为将使公司以较竞争对手 更为及时可靠的方式 派送更高品质的食品 公司是中国唯一意见由此承诺的公司 公司约90%的外送订单完成送达承诺 平均订单完成时间约为23分钟 市场机遇方面 中国比萨市场是一个庞大快速增长 且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市场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报告 于2021年 其市场规模为人民币364亿元 预期到2026年将增长一倍 并达至人民币689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13.6% 与其他东亚市场相比 中国比萨市场发展水平仍然低下 例如2021年中国每百万人 仅有10.9家比萨门店 另外 公司预期比萨外送分布 甚至将较整个中国比萨市场增长更快 于2021年 外送销售额为人民币179亿元 占整个中国比萨市场的49.2% 预期比萨外送分布 将按19.9%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达至人民币443亿元 占整个中国比萨市场的64.3% 按地理位置 下单渠道及用餐选择划分的收益明细方面 公司2021年在上海和北京市场收入为 人民币11.5亿元 同比上升32% 占总收入71.2% 在新增长市场 例如广州和深圳等地区的收入为 人民币4.6亿元 同比上升97.4% 占总收入28.8% 数据反映公司整体收入增长较快 新增长市场亦有非常大增长潜力 按用餐选择划分分送占总收入73.2% 而非外送占总收入26.8% 在未来计划级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约90%的所得款项金额 将于未来两年用于扩张公司的门店网络 约10%将用作一般企业用途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1405达市股份4颗新评价 公司拥有全球零售销售额最大比萨公司 在中国、香港及澳门的独家总特许经营商 公司产品贴近大众口味 而收入增长亦反映公司成功在地化 比萨在中国是一款较新的食品 市场潜力巨大 公司门店主要部署在中国一线和二线城市 市民口味较开放 普遍接受西方食品 不过目前公司仍然在开设门店 以建立销售网络和建立品牌效应的阶段 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B盛克 B盛克于2021年在中国600多个城市 拥有超过2500家门店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1405达市股份四颗新评价 公司受贿近期热门的富长概念 加上今年整体收入增长较快 预计上市后表现良好 总括而言 我们建议的认购策略为 马展认购 本人是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成熟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要约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